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道供求情况 也就是哪些现在已经是劳动力供给过剩的 所以国家经常发布这个 社会科学院就是这种就业啊等等情况啊 各专业就业情况这种白皮书 他其实发这种呢就是给我们一种知道 包括很多大学在设置专业 不同的专业他的招生对吧 招多少人他都会去参考这些数据 你的这个专业在市场上已经饱和了 就业已经很困难了 那其实你就要少招生甚至砍掉相关的专业 对不对 所以呢他其实是要我们去了解供求情况 如果你现在所掌握的技术明显就是已经过剩了 对吧 那你其实为了自己长远的考虑就应该学习一门新技术 啊 来给自己呢在未来的就业求职上来留一条后路 啊 所以这是他想解决的 还有就是提供更好的职业供求预测和职业指导 这俩其实是相似的啊 相似的意思 那么有工人呢去制定各种培训计划 帮助知识的更新 以适应新职业的需要 以及呢由政府提供资金 想愿意从劳动力过剩地区 迁移到劳动力短一短缺的地区的 失业工人来提供安置费 他这里边其实所讲的就比较有片面 就是这个点啊 这种对策 就我们说四个失业类型 这是刚性的答案 问你失业类型就这四个 你不能去编 但是说到这对策 说实话 不同版本的啊 这个宏观劳动经济学里面 给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而且差异非常的大 明白吧 所以这是人者见人的啊 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你不需要去应备 你大概知道他的思路 你回头能写出两三条的就行了 所以你想一想吧 无非就是 你不一定是政府提供资金啊 不一定的 有地方就是你企业提供资金 也是一样的 提供足够的经济补偿金啊 类似于这种 然后呢 来让帮助劳动者进行迁移 对吧 或者政府提供这样的这种政策 来帮助进行迁移 然后增强培训 增强职业的预测 就是这点事 好 第三类 叫季节性事业 季节性呢 它从两个方面 一个是四季的交替 一个呢 是淡季旺季 对吧 所以在这儿 由于季节的这种变化 导致的这种定期性的 就业岗面的丧失 比方说 某些行业 因为季节不同呢 具有购买的这种高峰和低谷 像汽车呀 服装啊 鞋 制鞋呀 对吧 它都有季节性的 比如说春节后就是一个淡季 春节前就是一个旺季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用人需求就会发生变化 那就会有一种这样的一个 对人员的 这种阶段性的这种失业 还有呢 就是某些部门 或者行业 对劳动力的需求 会随着季节的变化 而发生波动 比如说航运业呀 农业 旅游业 建筑业 现在东北地区 现在到了11月末的时间 那基本上就挺工了 外面太冷了 对吧 所以呢 那这个时候 可能一直到明年的开春 对吧 才能继续施工 那这几个月的时间 就涉及到什么呀 有一个阶段性的失业 所以这个失业通常来说 是这个必然存在的 而且它的对策 也非常好这个来调整 因为它的季节是可以预测的 是不是 什么时候到冬天 什么时候天气开始冷 什么时候到淡季 这个都是可以提前预测的 所以既然可以提前预测 就提前做好相应的安排 就可以了 好 那么第四种类型 第四种类型的失业呢 叫周期性失业 这是一个最严重的 因为它是跟经济波动 或者经济周期 所引起的劳动力市场 供求失衡所造成的失业 因为讲到周期性啊 经济它是有周期的 对吧 它当然有大周期 有小周期啊 比如说经济 它随着不断的复苏 复苏繁荣 对吧 走到了高点 经济过热 然后呢会怎么样 会发生经济危机 对吧 整个经济又下滑 然后又到了低谷 然后又一点点慢慢的爬坡 就跟你炒谷的那个 那个线一样的 对不对 有高有低 它一定是波动的 它不可能一直是这套线 它一定是波动的 有高有低 所以呢这是一个周期性的 所谓的周期性就是 有繁荣 我们不讲它 就一定有衰退 那么当经济衰退的时候 这个时候 大量的企业的什么 它的需求会减少 需求减少了 那么它造成的就是 绝对性的一个失业 对吧 总需求不足啊 前面讲的那三种 都是因为一些客观的 特殊的情况所带来的 但这个是总需求不足了 它是真正的失业 所以呢 谈到这里边 牛腾说 老师你看这里怎么没有讲一讲 正经的对策呢 对吧 因为我们学的是劳动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里边 经济周期 你单个的企业 或者个人是很难对抗的 没有什么办法 连一个国家都没有太好的办法 来面对它经济衰退 对吧 日本已经经济衰退了 失去了20年了 你说的政府 不想让它自己再好吗 但是很难 对吧 很难 所以经济周期的这种 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没有什么办法 去写它的对策 所以我们只能是说 站在我们的角度 来做出一些分析 比如说哪些行业 对吧 它在这种经济衰退的时候 受到的影响会更大 哪些行业呢 它受到的影响会更小 只是从这些角度上来讲 稍微去了解一下 没有办法给出具体的对策 那你就厉害了 对吧 你说我们怎么能够去 对抗经济衰退 应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太宏大的命题了 那么一个产业经受呢 这个周期性波动的程度 主要取决于其产品需求的 收入弹性 那么收入弹性是指呢 居民收入变动百分比 所导致的需求变动的百分比 当然了 越是延期购买的商品 它的需求的收入弹性就越大 收入弹性越大 就意味着影响越大 那我们来看 作为耐用消费品 它是可以延期购买的 对吧 它弹性越大 就是对这个价格越敏感 对吧 对这个越敏感 所以影响越大 而作为耐用消费品 比如说家具呀 汽车呀 对吧 这些产品可以延期购买 它的周期性波动就大 所以为什么一旦经济衰退 你发现房子人买了 对吧 奢侈品 对吧 汽车这些卖的就都不好了 但是呢 你可以不买车 你能不加油吗 对吧 你说我不买房子 不换家具了 对吧 但你不能不加油 所以油是什么呢 油就是非耐用消费品 对吧 它是消耗品 而作为非耐用消费品 像汽油啊 化妆品啊 它的周期性波动就比较少 对吧 你可以不换家具 但你能平时用的牙膏牙刷 你能不买吗 对吧 再困难你这东西也得买呀 所以他们受到的这种影响 就会比较小一些 所以在周期性经济波动 不能得到克服的情况下呢 周期性失业是在所难免的 也就是说你甭想怎么去对策 怎么去环境 怎么去分析了 除非整体在大环境上 经济慢慢的随着它的规律复苏了 那你能好转 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 必须去承受 所以为什么家庭说提前 你要至少你得有点储蓄 对不对 真遇到这种大周期了 那你能保证有足够的储蓄 能够还房贷 能够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 好 来看一下这条题 还是啊 就是刚才那条题 刚那条题我们回答了一个小问 对吧 就是关于这个 在这种经济环境的背景下 那我们怎么去用 这个附加的劳动项 和会议丧线的劳动项 来做出分析 那么这里边 它其实我们就不去念了啊 大家自己看就好了 那这里边 它其实还对应到什么样 我们来看 这个企业 因为受疫情的影响 国外订单锐减 对吧 这是什么 这是周期性实业 能看出来吗 好 这是周期性实业 同时呢 国内人工成本不断上升 导致该公司的财务状况陷入困境 真的这种情况呢 一方面要辞退一批员工来缩减成本 还要呢 去更新设备 这说明什么 结构性实业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案例里边 能够通过这一段 判断出 定位出 它是哪一种失业 就可以了 剩下的是到后期的时候啊 你再去背 这里边什么对策呀 什么概念啥的 这个到后期再背 先去能够去理解 来 咱们看一下问题 根据呢 失业类型理论 对该公司的财源类型 原因和对策 来进行像的这种分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既然都告诉你了 根据失业类型的理论嘛 对吧 来做出像的分析 那么失业类型呢 一般是有四种情况 对吧 包括这四种 那么该公司的财源呢 涉及到两方面的原因 好 所以 咱们在答题的时候啊 要注意 如果它考察的是这种点的话 但是不只是这个 对吧 还有其他类型的点 比如它一共有四种方法 或有六种方法 然后它让你做出分析 你一定要先要告诉它 我会 你怎么告诉判决的老师 说你会呢 你先告诉它 整体上这个类型 它有几个都是谁 然后再锁定 说 这个里边所对应到的是 谁和谁 我觉得 基本上你一半的分 就能拿得到了 因为你告诉它了 这个题我会 对吧 它在这条题上 它看的话不超过30秒 这个题就过去了 所以接下来你再去分析 那么周期性失业是怎么回事 对吧 怎么来的 它取决于什么 对吧 有什么影响 然后呢 结构性失业 它的一个概念 然后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包括产生结构性失业的一些原因 缓和呢 结构性失业的一些措施 有哪些就好了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关于呢 高等教育投资 这个是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 这一章里边拿出来了 这一个支点 它呢 在过去没考过 但是大家在后期学的时候 普遍反的 这个支点 理解起来稍微有点难 所以在预习班呢 对于先期学习的同学啊 咱们把这个支点拿出来 先去预习学一遍 但是你在这里面说 我就听了个大概 没关系 那就先了解个大概 然后呢 等到你经讲再学的时候 其实你的吸收和理解 就会考很多 所以第一遍学和第二遍学 还是不一样的 来看一下 作为呢 这个高等教育啊 就是在教育投资啊 就不光是在高等教育啊 比如说 你说给孩子在中小学 对吧 你给报个课外辅导班 说为了让他成绩更好一点 对吧 给他报一些美誉的 这些相关的这个班 这个都叫人力资本投资 但为什么 我们在这里面 在研究的时候 我们专门只研究高等教育 是因为在医务阶段 医务教育阶段 这些有些是你必须要去投入的 而在高等教育 也就是说你在高考的时候 你面临一个已经成年了18岁 如果你不去上学 你可以去工作了 你可以做任何的工作 因为18岁你已经成年了 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所以我到底是工作去 对吧 我还是去上大学 这个时候它其实 我们是可以把它 作为一个经济性的决策 来进行选择的 所以这是我们去研究它的价值 那我来看 上大学呢 它本上是一种经济上的决策 需要考虑的成本和收益 包括接受高等教育 会产生直接成本 机会成本 心理成本 一会儿咱们会详细说 什么是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 这个心理成本呢 这个咱们大概知道一下就行了 比如说你上大学的时候 你受折磨 对吧 你学习压力特别的大 担心考试通不过 这些压力都是你的心理成本 那么也会去产生心理收益和经济收益 这里边所说的心理收益 比如说你通过上大学 给你带来的这种荣誉感 成就感 对吧 通过学业考试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获得的这些 那么其实你身心上的这种愉悦 这都是属于心理收益 当然还有经济收益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什么叫直接成本 什么叫机会成本 所谓的直接成本 是因为上大学直接支出的学费 以及其他与上大学直接相关的这种费用 这里边有个关键词 你能看到是哪里吗 对吧 能不能想到是哪里 它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 在这 直接 还有这个直接 一定是直接相关的 未来如果有案例分析 让你去选的话 那么一定要找出是直接相关的 比如说 你支付的学习用品 书本费 对吧 学费 这些都是跟你上大学直接相关的 跟学习相关的 那有同学家里条件好呀 我上大学 家里给不少钱 然后故人给你洗衣服 给你干嘛的 那这些钱 它跟你学习不是直接相关的 确实你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花的 对吧 但是这种奢侈性的消费 不是因为学习而必然做出的这种支出的 它就不是你上大学的直接成本 主要在这里面把这个点理解了就好 机会成本 包括呢 两个方面 一个是和高中毕业就去工作的这些同学相比 这些相比 那么因为高中毕业生 他们一毕业就去上班了 上班了是不是就有工资 他就开始赚钱了 而你呢 来上学了 你就没有工资 所以你的高中同学 他在上班的时候赚的越多 那么你上大学的机会成本就越高 因为他赚的钱就是你潜在的损失掉的钱 因为你要是不上学 你也去跟他一起工作 这个钱你也能赚到 但是你没赚 你来上学了 这就叫机会成本 所以机会成本是你能赚 但是没赚到 潜在损失掉的钱 而直接成本是你花出去的钱 好 所以呢 在大学四年的期间 无法工作 而损失了四年的工资性的报酬 这个就是机会成本 除了这个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部分 就是你刚刚大学毕业 你刚大学毕业 这个时候你去参加工作 你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 所以你可能以实习生啊 或者以一个新人的身份进入到一个企业 你拿的工资其实起步的时候是比较低的 而你的高中呢 同学呢 他虽然学历不如你 但他已经在某一个领域已经干了四年了 对吧 那这个四年的时间逐一让他成长成为一个相对在某一个领域的成熟 所以他的工资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还是高于你的 所以说因为没有工作经验或者继续接受培训的原因 而导致工资性报酬在最初的一年或者几年里 他仍然低于已经有几年工作经验的高中毕业生 这段时间的低收入也是你必须要为上大学所承担的机会成本 这是两个部分 好 那我们来看上大学的总收益 上大学的总收益呢 是指一个人在接受大学教育后的终身性的工资报酬 超过了高中毕业生的部分 那这里边就是两个关键词 上大学的总收益 第一一定是终身的 而不是只看刚毕业的那几年 另外不是说你大学毕业后你的终身性的收入 是你上大学的总收益 不是的 你上大学的收益 一定是减掉了高中毕业生的收益之后 才是你上大学所带来的超出他那部分的那个收益 对吧 这个这个图啊 我们来看 这个层设的这条曲线呢 就是大学毕业生的这个终身性的工资收入的这个报酬的曲线 然后这条白色的啊 这个曲线呢 是高中毕业生的收入曲线 所以你发现在最初的时候 对吧 在最初的时候 它是呢 一直是比大学毕业生多的 这是从18岁吗 对吧 高中毕业 一直到22岁 这上大学的这四年 在这期间呢 那么这个时候既有机会成本 这是机会成本 还有你额来又花出去的钱 对吧 这是直接成本 然后呢 刚刚毕业这几年 你看 这是第22岁 他还拐出来这点 在这段时间 他依然是低于他的 对不对 这段时间就是刚毕业参加培训 或者因为没有工作经验 拿的相对比较低的收入 虽然你有收入了 但是比较低 还是比他低 但一旦过了这个M的 这个交叉点之后 你终身性的收入 其实都是高于高中毕业生的 而你上大学的总收益 也就是这个B的取 是这里 这里是你上大学的总收益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个 而是只包括这个部分 是你上大学的总收益 那么咱们其实重点 要去学的是什么呢 这四条推论 基本高等教育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这四条推论 高等教育的四条推论 就是说 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上大学的可能性 越大还是越小 就是影响我们一个人 作为上大学决策 这件事情 那么它有四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呢 是投资后的收入增量 流越长 收入增量流也就是说 你参加完这个大学的 这个教育 对吧 这个投资了之后 如果说 正常你能干到六十岁退休 然后你二十二岁 对吧 毕业 这个时候呢 你能工作三十八年 那你的收入增量流 就是三十八年 也就是说 你享受了 由于大学的这个学历 给你带来的 这个收益 能享受多长时间 能享受三十八年 好 那么 如果一个人上学越早呢 对吧 他二十岁就大学毕业了 大家都是六十岁退休 那他就能享受四十年 这个时候 对于一个人来说 就是更划算的 所以 如果你三十岁了 你还想回炉再造 回到学校里边去上学 那么很多人就会去纠结一下 对吧 因为 尤其像五十岁了 你还想去 回到大学面去读书 这个时候 你利益性的考虑 其实就很少了 因为你可能只能享受了 几年的时间就退休了 这个时候 你考的收入增量流 就太少了 就不划算了 对吧 好 这是关于上学越早 那你想一下 关于收入增量流的问题 你可以把它往前提 对吧 我越早 这个越长 收入增量流越长 还可以怎么样 它两端都可以延伸呀 这边也可以延伸呀 退休越晚 也是可以增加收入增量流的 对不对 你现在统一六十岁退休 未来呢 那国家可能六十五岁退休了 所以 如果国家发布了 是六十五岁退休的话 那么未来你就能够知道 哦 原来它有利于什么呢 这个政策 有利于教育 有利于人们对自己的投资 对不对 因为它也意味着收入增量流增加了 原来你五十岁的时候投资 你会想我就剩十年了 现在你五十岁的时候投资好吗 我还有十五年呢 它一算觉得是划算的 所以越早 或者是延迟退休年龄 都是有利于去增加你的收入增量流的 它都有利于去促进你进行高等教育的 投资的 第二条推论 是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之间的这种工资性报酬差距越大 这个很好理解 对吧 你大学毕业 那我未来整个大学生的平均工资 比如说是八千 然后呢 这个高中毕业生的平均工资呢 可能是五千块钱 那其实差了很多 那么大家就会觉得 那我去读个大学 其实比较划算的 对不对 但如果差入 这个差距非常的小 读了大学 跟没读大学 没有什么差异 那么其实大家就会觉得 没有意义上这个学 是这意思吧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想要研究的是什么 我们要研究的不是这个比较浅显的这个道理 说这个收入差距到底是大还是小 而是要说我们很多人在判断 上大学这个事到底划不划算 很多人有一种错误的估计 所谓的错误估计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的眼光啊 没有那么的长远 因为我们判断收益 前面讲过了那个概念 是终身性的你的收入报酬 说你要看一辈子 但是往往咱们普通人看的是什么呢 就看这几年 对吧 刚毕业这几年发现 哎呀收入没有高中毕业生高 因为你接受培训作为新人 对吧 还在尝试 这时候你收入并不高 然后呢就会有旁边呢 就会说你看你大学白念了 对吧 你读完跟人家这个高中毕业去打工的 没啥区别 正在步人家多呢 就会觉得你不划算 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思想 你不能只看什么呀 这几年要看什么呢 要看终身性的收入报酬 高出高中毕业生那部分 他才是决定真正的工资性报酬差距的关键 所以 所以啊 这个报酬差距如果越大 上进行高等教育 上大学的这种可能性就会越大 所以这是第二条推论 工资性的这种报酬上的差异 第三条 上大学的成本越低 成本这个事是最复杂的 大家记着 只要在分析的时候提到了成本 上大学成本 那你一定要反映过来 它包括两个方面 有直接成本 还有机会成本 那我们来看 上大学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 两个部分 那么直接成本 直接成本 比如说奖学金啊 上大学的这有一些无息贷款啊 就是他给你的学习啊 直接相关 直接减少了你的支出的 对不对 所以这是直接成本 比如说学校给你奖学金了 直接抵扣你的学费了 对吧 这就是降低了你的直接成本 那么机会成本 咱们来看 机会成本一般呢 会跟经济周期有关 为什么 因为它会影响到社会上的这种工资收入的高低 咱们前面讲过了 当经济衰退 工资率整体上就是下降的 对不对 那当整体上社会的工资率去下降 你的高中同学毕业了之后出去工作 他的工资率是不是也下降了呀 那他赚的越少 你上大学的机会成本就越低 你损失掉的钱就越少 是这意思吧 他赚的越多 你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啊 所以在经济衰退 就业机会减少 工资率下降的情况下 我们去上大学 机会成本是下降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 越是到经济危机的时候 经济衰退的时候 教育行业越好 这个经历过很多次啊 都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越是到了这个时候 你空余的时间就多了 很多人失业了 对吧 单位没有那么忙了 然后同时呢 大家的危机感增强了 平时单位好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能干一辈子 对吧 能混一辈子 然后当经济危机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企业随时风雨飘扬 所以你就 突然意识到有危机感了 得赶紧多学点技能 对吧 多考量证 在手上 心里更踏实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 你会去增加自己 去投资的意愿 增加投资意愿 包括你即使去工作 可能也找不到太好的工作 也没多少钱 那我还不如去上学呢 好 所以这是机会成本的下降 那经济繁荣 是刚好相反的 对吧 经济繁荣一般会促进什么呢 促进的是工资率的上升 所以你上大学的 机会成本是上升的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其实很多 就会选择去工作 去赚钱 尤其是有家庭 这种生活压力的 他更多想去赚钱 这是关于呢 经济周期 对于成本的影响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 你的学习能力 学习能力 这个事呢 就关于学习能力 这个事啊 确实是有差异的 对吧 就像最近 刚刚终极出成绩了 然后你就发现 有的学员 他其实就学了一两个月 考的成绩考得特别好 对吧 也是听这几个课 对吧 听听经讲 听听啥 然后呢 就考得特别好 有的学了好几年 辛辛苦苦 可能准备大半年 准备一年 考的成绩呢 反而还没过 所以自己也很郁闷 说你人家学习俩月 就能过 我这个学习了一年 对吧 还差两分 自己也郁闷 所以关于 学习能力 这个事情啊 这个确实是有差异 确实是有差异 那么我们就说 学习能力特别强的人 特别强的人 那么就可以用更少的时间 去完成高等教育 甚至他就可以利用一些时间 进行勤工俭学 对吧 那他勤工俭学 有一定的收入 他就可以去降低机会成本 但是我们说了 那我学习能力 没有人家那么强 我的记忆力 没有那么的好 对吧 我的反应 理解能力 没有那么的强 难道我就不适合学习吗 也不是 只不过他可能 用更少的时间 就能完成 所以你不要看别人说 哎呀备好俩月我就能过 然后你也备好俩月 对吧 你也结合自身的情况 所以呢 那你可能需要 我准备一年 你是俩月就过 我一年行吧 我准备一年 最后我们的成绩是一样的 我都能拿证了 那其实结果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大不了就是我们怎么样 我们提早嘛 多花一些时间嘛 对吧 我的这个机会成本 相对来说比别人高一点嘛 这都无所谓 但最后结果是好的 好 这是关于能力 对吧 能力强的人 他其实心理成本相对来说会高一些 心理收益呢 就心理成本会低一些 心理收益呢会高一些 那么反过来就是学习能力弱一些的 对吧 那相对来说 可能他的心理收益会低 心理的成本会高一些 就是跟学习能力有一个关系 第三点是跟年龄 第三跟年龄 因为你年纪越大的话 年纪越大 那么理论上来说 这里面只是说理论上 你别抬杠 说哎呀 有的人干了十年都不如我工作一年的工资 这是极端情况啊 我们在经济宏观 经济学研究 我们不去考虑这些个别的极端情况 我们看的是一个普遍规律 理论上来说 随着你经验的增加 你的工资就是应该增加的 对吧 所以你的工作的年限越长 你的工资就应该是越高的 理论上是这个水平 所以你的年纪越大 工作经验越多 你的工资水平就应该是越高的 好 那么你是已经工作十年的一个人 和一个刚刚毕业的人 你们一起去读研究生 全是智的研究生去读研 那你说你们谁的机会成本高呢 对吧 肯定是他刚毕业的 因为他如果不去读研 他去找工作 他一个月最多挣三千块钱 对吧 所以他呢不工作 他决定去读研 那他的机会成本是多少呢 三千 他损失掉 反正工作就是三千 那我现在不要了 我去上学 所以他损失的就是三千块钱 他的机会成本就是三千 那你是工作十年的人 咱们假设你年轻十万 一个月是八千 好 那你现在也跑去读研究生去 那你损失掉的就是什么呢 一个月八千 所以你的机会成本是不是比人家高 所以跟年龄是有关的 所以这里边啊 这个越是年纪大 你损失的报酬越多 比年轻人上大学的净限值就要低 所以年纪呢 相对来说啊 这个是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这里边跟成本相关的 咱们总结一下 有几点 跟成本相关有几点 三点 对吧 第一点是什么 跟经济周期相关 经济衰退 成本越低 机会成本越低 然后呢 第二是什么呢 跟你的学习能力 对吧 学习能力越强 你的机会成本越低 第三点呢 就是年龄 年龄越小 你的机会成本越低 所以在这些情况下 进行高等教育的投资的可能性 就会越大 第四条就比较简单了 他说的是贴线率 贴线率这个概念呢 稍微的复杂 咱们会 当然如果学过金融 或者说学过证券投资啊 这些 那你对贴线率可能就会很熟 一个意思的都是啊 那不是很了解的话 咱们等到金奖班再去推倒这个公式 再去细讲 现在就大概去说一下 贴线率就是你把未来的钱 责算成限值 责算成限值 那你在责算的时候 这个打折的程度 你用到的这个比率 就跟利率一样 用到这个比率 那么这个比率 这个打折程度 它越高 利率越高 那么你把未来的收益 责算成限值的时候 就折的越少 当这个限值折的越少的话呢 你就会觉得这个事 是越不划算的 所以这里边就说 当这个打折程度越高 也就意味着贴线率越高 那么上大学的可能性是越小的 那你要想把这儿跟前面都一样 让他的上大学可能性越大 那怎么办呢 就是贴线率越低 贴线率越低 打折的程度越少 越小 那这个时候呢 上大学的可能性就越大 因为打折的程度越少 就意味着未来的责任 限制就越高 你就觉得这个事越有价值 对吧 我的收益越高 那你通俗一点去说 就是一个人对于未来的这种判断 就我上完大学之后 我觉得我未来前途一片光明 他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他往往持的就是贴线率就会很低 打折很低 他觉得未来能挣好多好多的钱 如果是一个悲观的人 他对未来他觉得有各种的担心 各种的这个问题 那么他可能就会打的折很大 把未来钱算成限制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算的就很少 很谨慎 这种他投资的可能性就很低 就是这样 咱们能理解多少 就理解多少 先有一个印象 这是咱们整个第三部分 涉及到的内容 第三部分呢 就是需要理解 需要理解 但是呢 好处就是你真理解了 其实不需要怎么去应背 就能很好的去解决 所以呢 咱们稍微花点时间 把这个金奖班啊 后续在学习的时候 能够把它听明白 那其实在解题的时候啊 要比其他的 你去应背的内容 其实要好很多的 好 那咱们今天课程呢 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课再见